內地專家和檢測團隊陸續抵講 國家疾控局副局長、國家衛健委應急辦主任宣揚 接受本台獨家採訪 並就本港疫情防控提出4點建議 國家疾控局副局長、國家衛健委應急辦主任宣揚說 上星期四抵講的第一批內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學專家組 在過去幾天已經分別與香港相關部門的專家 就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防控措施進行深入討論 並且提出4點建議 醫療救治的床位、醫療隔離的床位 減少傳染源在社區的滯留 引起續發的傳播 同時他們也提出要加強設疫場所的週末消毒 加強社區的防控管理 Omicron的傳播力極弱 令到香港面對嚴峻的第五波疫情 宣揚說香港當務之急 是要盡快阻止疫情蔓延 而為了預防出現重症病人急增的情況 要做好建設方艙醫院的準備 宣揚說 內地一直堅持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科學徵準、動態清零的總策略和方針 有效控制了內地50多宗本土聚集性疫情 中央16號成立了內地支持香港抗疫工作專班 我們專班匯集了中央相關部委 還有地方各個方面的力量 提升核酸檢測的能力 幫助支持疫情防控策略 保障醫療物資供應 支持建設隔離設施 保障香港日常生活物資的需求 動用全部的力量盡全力 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戰勝這次疫情 鳳凰衛視處深圳記者報導